大家好朋友们现在是12月8号周二的晚上 18点48分啊 朋友们好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看见了吗北京市啊这个交通委现在推动一个政策 就是每个人名下啊只能保留一个指标 从明年的2021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 这没几天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一种均贫富啊 你每个人只能有一辆车 每人名下只能一辆车 多余的不允许你拥有了 这个是对私人财产的一种非法的剥夺 这个是绝对非法的 非正义的 也是邪恶的 这是一种乌托邦 这是一种就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啊 要大家穷一样穷 谁也别冒尖 这个你看这些政策呀 这些年这些政策 要把所有的北京人啊 因为我了解北京啊 可能一定程度上也是全国人啊 都变成穷人 在经济上 人人都要 所有人都变成穷人 你富 你冒尖 不行 是吧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堆出于暗 流必滩之 行高于人 众必飞之 出头的船子先烂 他不是你追我赶 大家竞争 大家积极向上啊 说你有钱 我比你还有钱 我是通过努力 我也不嫉妒谁 不是 就是走的毛路线 毛时代 谁也别富 都一样的穷 这样的话 可能某些人才趁了他们的心 如了他们的愿 可能他们那个某些人啊 童年受的所有的委屈 受的所有的打压 都要用14亿人来承担 我小时候被欺负过 是吧 我被人当孙子 我被人当傻逼 我被人踩在脚下 你们现在谁也别过好日子 真的 我觉得某些人非常的邪恶 就非常的心胸狭隘 非常的不正常 非常的变态扭曲 我只能这么来形容 你看 这个这些年折腾北京人 就让北京人全过不上好日子 这一步一步的折腾 让你有一点空间都不行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咱们先从车开始说吧 先扣题啊 待会我再抒情 我再发挥 就这个车 去年前年啊 我们两口子 回中国 确切的说回北京啊 这个四五趟 四五趟 然后每回都回去一两个月啊 时间都不短 然后呢 这个大部分时间待在北京啊 以北京为出发点 还去过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 新疆 日本啊 这个去了很多地方啊 然后 但是啊 主要待在北京 然后我们就打车吧 这一打车 经常打这个滴滴快车 滴滴快车呢 去年还是前年 推出了一个政策 就叫做 必须是金牌金户 就是说你开滴滴快车的 因为也出过一些什么杀人呀 强奸呀 抢劫呀 这个出现过一些案件 所以这滴滴快车公司就要求呢 你这车牌要是北京的 你人也得是北京的 咱说实话 有的北京人 一方面有的北京人是懒惰 一方面有的北京人可能岁数大了 或者有其他的家里边有老人 孩子需要照顾 或者身体有慢性病 或者是住的远 或者是白天还要上班啊 等等等等有原因 但是呢 但是他有个便利条件 就是说他的车 车牌子多 他富裕 也有一些人 人家也正当的呀 都完全符合法律的呀 前些年人家买的呀 也有个别的是这些年摇号摇下来的呀 对吧 那么 我打滴滴快车 他规定是金牌金户 车是北京的牌 人是北京的人 但是我打了滴滴快车好多时候都不是北京人 实际上这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为什么呢 大家都要活命 是吧 你比如说好几个都是河北人 河北的当地没有什么就业 没有什么就业 没有什么好营生 都是很多县都还经贫困贷 围绕着北京很多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对吧 现在他们说了没有贫困县了 那没有贫困县 有没有贫困人口 我就问一句 没有贫困县 有没有贫困人口 有没有穷人 对吧 这些人也背井离乡 虽然有的离北京就一二百二三百公里 回不了家 对吧 那在北京开个车 开个车 租牌 有的是通过这个汽车租赁公司 有的是跟他个人之间 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上的 反正你找活呗 就有门路 就有信息 然后这些人 就 他给这哥们几千块钱 这哥们呢 北京这哥们也落几千 是吧 他呢 反正也能活着 也能再挣点 大部分还都是二三十岁 年轻一些的 虽然都住在西三环 西四环 什么丰台 什么房山 那种远的地儿 是很辛苦 可是没办法呀 谁让你穷呢 对吧 所以我就说 你看现在这政策 你多有个车 你多个车 你租出去 不行 是吧 那是所有人都吃不上饭 都饿死吗 你们不管 是吧 你们从来也不管 大饥荒的时候 还出口粮食 是吧 从加拿大买的救命粮 还给阿尔巴尼亚送去了 对吧 所以我就说 你类似的政策多了 前两年治理什么拆墙打洞 你包括我亲哥哥都受影响了 我哥哥那有个临街房 原来他开饭馆 卖牛肉面 后来他自己不干了 两千年 他就跑到了 那个 两千年就跑到了 就买了一块地 自己弄了一个十亩地大院子 在那玩 每年不多 一开始那小伙子 浙江温州的 他媳妇四川的 租我哥那房租了 就有十年左右 我哥一直没给他涨租金 其实人家都慢慢 每年都涨 幅度有大有小 都在涨 我哥就是说 那孩子不错 一直没涨 就五万块钱 他差不多租了有十年 是吧 那房子租了19年 到去年拆墙打度 实在是扛不住了 所有的都给封上了 对吧 所以没办法 而且你看 而且你像我哥那个孙子 就生在顺义那边 生了一孙子 就是八年前 那不让上小学 幼儿园可以上 小学说你户口不是顺义的 你就不让上 没办法 那最后就回来了 对吧 所以你说这个 北京人也活不了了 对吧 原来北京人 他就临街房 对吧 你租给外地人也好 或者你自己 像我哥原来自己开饭馆 后来租给别人 对吧 这不都有点收入吗 你多少的 他有个活钱啊 你现在都没有了 我们的邻居 那个小伦 那个从小 那个小儿麻痹 坐轮椅 人家当然也娶媳妇了 也生孩子 那小轮 他原来是卖大饼 他自己弄 他找几个伙计 后来可能觉得辛苦 就租出去了 一个月四千呀 卖大饼的 后来 他那块 当然是他从楼上 从楼房的一层 接出来一块 是要说起来 是不应该 可是老百姓得活命啊 现在不让他干了 把那拆了 把那块拆了 拆了那块地儿 也闲着也没任何用处啊 对于底层的北京人 普通人 他需要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现在四千没了 就那个残联 他算残疾人 一个月给四百 我不知道他怎么活 反正他还活 他也不自杀 是吧 你要我活在北京 我可能也得 苟延残喘 也得这么凑合活着 还有卖菜的 都给轰走了 对吧 现在让超市买菜去了 是吧 你像我妈都快九十岁了 对吧 我妈当然是啊 我姐姐陪着啊 我嫂子啊 都陪着 可是问题是 是吧 原来多方便 一下楼 五十亩 不是五十亩 五十米 五十米就能买上菜 现在最起码得三百米 这不是很多 尤其老城区 现在他们这些政策收拾的 受影响的 受到这种不利的 这种负面影响的 其实住在老城区的 像这个东城西城这一块的 很多都是老人 都是失业的 低收入的 有慢性病的 都是这老弱病残 对吧 这个法律是违法的 你要按你多余的指标 就得转移出去 凭什么呀 这是我的 是吧 去年有个政策吧 好像到去年年底吧 就生效 说是外地车牌的车 进京 一年只能给十二次 进京证 进京证是到那个 进京的那个 治安检查站吧 治安检查站那去办 那么十二次 每次只是七天 只是七天 那么就只有八十四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到三百六十六天 是吧 润年和平年 只有不到 不到四分之一 你可以让你开 剩余时间 你要动车 要给你拍到了 罚你款 扣你分 可能还有更严厉的处罚 这一下又给很多人 从北京给轰走了 是吧 非首都核心功能 你想想这道理 是吧 难道首都核心功能 就是大阅兵吗 就是来几十个外国的 是吧 那种黑色贵宾吗 是吧 长得黑不溜秋 从非洲来的 还得大量的 仰钱的这些人吗 接待这些人 才叫首都核心功能吗 对吧 这说得通吗 你一个政府是干嘛吃的 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吗 尤其是越穷的 越底层的 你越应该保障 他们基本的生活 反正我们家的车 我是都处理掉了 都处理了 先后五个车 被人偷一个 卖了四个 然后一个天津牌 四个北京牌 到最后我那第四辆车 就是 某一年 忘了哪一年了 某一年的12月15号 就开始摇号 我是提前了一个月 11月15号买的 买的时候 这个卖我车的人说 说马上就要限制了 可能要摇号了 我们还不信呢 过了一个月就开始了 我们买那天津车 也是比天津市实行摇号 这个早了半年买的 但是我们的车 就在北京买的 就在石井山古城 原来首钢 首钢的院里 后来他不是 因为污染都拆了吗 都迁到外地了 然后就 在古城 叫首钢的汽车园区 买的 买的车 上的天津牌子 还给我们上了一个赞助证呢 天津的赞助证 说我们住在天津的咸水沽 金南区咸水沽 天津不都是什么汉沽 唐沽吗 就叫什么什么沽 实际上我们那地连去都没去过 这些人手眼通天 你花个一两千两三千块钱 这一系列的事全给你搞定 是吧 就跟那年我说 我办个赞助证给我的伙计 派出所不给我办呢 你这个 你这公司不是在我们这区注册的 不给你办 等我那伙计学车去了 我说你在我这练车吧 一个河北邯郸的孩子 我说你表现不错 别当装学工了 当司机吧 学车 他去就行 驾校就能给他办 所以中国这好多事 合理吗 到处都是潜规则 但是说的时候冠冕堂皇 说的好听着呢 满嘴的仁义道德 我这五个车也都没有了 灰飞烟灭了 九几年 九七年买第一辆车 小区里边随便停 我那卡车两吨的1041 但是买回来 头一天晚上 就让邻居不知道是谁 就把我的那个 我那会没经验 我那个卡车呀 满满一箱油 就给我偷走了 应该是个职业司机吧 开开出租的可能性比较大 后来又偷走我一车牌 就是 那个女的是我们那附近的 旁边楼上的 在我们那开一个小卖部 他认为我跟他是同行 实际上我跟他不算同行 我是做批发的 主要做批发 他恨上我了 然后偷走我一个车牌 让他那个拼头 那拼头比他小不少 救助安定门那五道银胡同 后来他老公不是进监狱了吗 等他老公一回来 又复婚了 那小伙子走了 就那小伙子偷的我东西 他们还偷我的饮料 偷了至少十几箱 我都不跟他计较 还有人偷我的油 都有我们的街坊 我的伙计偷我东西 我那管理是比较原始的 而且偷了我东西 我也不太计较 就你就别干了 你就走人吧 也就那样 结果偷我东西的人 到东志门长途车站 河北成德的 丰宁县的 结果他跟人家犯横 让人给打一顿 反正人吧 你做的亏心事都有报应 一个个人 一个政权 一个机构 谁做了亏心事 谁都有报应 没有任何人能幸免 天道轮回 出来混 早晚会被偿还的 时间早晚 出腿 是吧 出脚才看两腿泥 咱们等着 我第二辆车 就我那清脑机 后来开了九年半 让人偷了 也是北京人偷的 也是东城的 驻东志门 姓赵的 四十多岁 偷我的车 后来给他判无期徒刑 他偷了十个车 还有抢劫罪和强奸罪 我的车没找回来 嚣张的是一个北京房山的 他跑了 没抓着 反正这个车呀 在北京已经是鸡肋了 已经是鸡肋了 就是 后来我两个车嘛 我一个1041卡车 一个切扭机吉普 也占了我们小区 我们家门口嘛 我就在家门口做买卖 也占了我门口一大片地儿 说实话 邻居还真是挺给面子的 绝大部分邻居 是没表达出不满来 当然我买的早 我比他们早 是吧 这个一招先吃遍天嘛 总有个先来后到 也有个别人 对我这占地儿不满意 包括堆着粮食 堆着大油桶 所以后来我看出形势来了 是吧 从九几年干到零几年 差不多十年左右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吧 也望京买两套房 我就搬走了 反正我这个人经常是 看出形势 我就搬 在望京待六年 是吧 这个 头两年老是芭蕉的 后来赶上那个夜委会 那个垃圾站 我去维权 在小区又出了个名 二三十家媒体也报道我 也火了一把 后来小区东边开始盖楼 暴土扬长 我也举报了 不管用 后来我们又搬走了 搬到回龙贯 一开始那停车随便停 小区院里有的是地儿 也有人停外头 回龙贯嘛 原来都是荒郊野地 后来街道办事处 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开始盯那铁桩子 就特坏 就中国的这个各级政府吧 这些人特别坏 他没没憋好屁 他没长好心眼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脏心烂肺 就老百姓停在那怎么了 你要说点天安门 是吧 王府井 长安街 你要乱停车 那是不行 咱说实话啊 任何国家都得要个脸面 是吧 白宫门口也不能乱停车吧 对吧 这都能理解 白金汉宫 是吧 这个 克林姆林宫 是吧 日本的皇居 这可以理解啊 但是你看看 爱丽舍弓 但是你说是吧 你昌平回龙冠 哎 盯庄子 都把你小区里边 本来停外边 有的人 为了省俩钱 都不富裕吗 哎 非给你逼到里边去了 后来我一看见形势啊 我也颠了 回龙冠住两年 然后顺应又住三年 那小区里是随便停 小区里随便停 但是那个 原来就是村嘛 那边就是旧村改造的 上楼的就是那个农民拆迁 三个村合成一个小区 哎 本来挺好的 那个地面 楼与楼之间的地面 全是土地 土地啊 当地老乡 然后呢 弄个小马杂 倒着茶水 说着顺意的 方言土语 人家都互相都认识 然后呢 种着花 种着草 环境也不错 虽然说旁边有那个 烟京啤酒厂 有时候有那臭味 总体上还是很温馨的一种 乡土的 乡间的 那么一种 氛围 我还是挺喜欢 后来 也是那物业 就是坏 非要把那个土地 都给抹上 沥青 或者是水泥 这一下都不接地气了 我又搬 又搬到燕郊 搬到燕郊 我就快出国嘛 快出国 我两辆车都处理掉了 都处理掉了 小区的邻居 因为停车位 停车费的问题 跟开发商 跟物业爆发冲突 反正我还是往上冲 虽然我已经都处理了 我还是往上冲 是吧 家里人拦着我 别管了 是吧 你再惹一身麻烦 再把你打一顿 是吧 可是我看见那种情况 我还是忍不住 包括我们小区 也搞一个维权群 有一个核心群 就一些20多个人 最忠贞的 最勇敢的 那个都是积极分子 后来还把我弄进去 但是后来我还是算了 因为没办法 我要出国了嘛 所以 想做更多的事吧 也是力不从心了 整个这环境也太恶劣了 真的就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违法的 是吧 我的车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是吧 任何法律 都不应该肃急急往 肃急急往 过去的事 是吧 你可以从打鼓令开张 是吧 你咔嚓一刀 从现在开始 不允许 人家的房子 人家的车 你凭什么剥夺人家 就跟最近 那个昌平崔村的 那个香唐村一样 是吧 盖了四个张 区政府也盖张了 土地区也盖张了 乡政府也盖张了 镇政府 村委会也盖张了 现在你说要拆人家 你看那昌平那副区长 说了 第一 你们是违剑 第二 你们武政齐全 这样的人还不应该打死吗 大棍子 是吧 起码把腿打折了吧 把嘴给撕裂了吧 是吧 这抽得他满嘴乎乎流血吧 这不是王八蛋 这不是畜生 这是什么人 可是这种人有多少 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 甚至更多的人都是这种王八蛋 对吧 没用 是不是 没用 所以最终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过眼云烟身外之物 谁也劝不了谁啊 每个人走自己的人生路 这是这种东西 有呀